第十四题 他是我的工作是计划分配农药 亲自试农药煞虫的效果 提高各种煞虫效果 醉业深重 请问应如何忏悔 最好是改行 不要再继续干这个事情 那么已经杀的这些虫 你要替他做超毒 真正是送金念佛回向给他 这个行业不能做 这个杀虫机能解决农业问题吗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他不能解决 所以这个杀虫药的时候 是越来越进步 那个毒性越来越厉害 这些小虫的时候 他这个他能够适应 现前这个杀农药 杀不死他 你必须要再加强 再研究更强的 更强的时候出来之后 这一批杀死了 底下一批他又能适应 他让你不断的发展 发展到最后 这个农药可以杀人 他的报复就来了 你吃这东西 他死了 你也活不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就这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我们自己也尝试 这个农作物 不用杀虫 不用这个农药 不用花费 用过去 从前古代老方法来种植 这些农药虫很多 我们跟他沟通 像我们的菜园 我们画一个均落 这个菜园专门供养你们 你们可以到那边吃 那隔壁那一条 以外的选 那是我们吃的 你不能来吃 他很守信用 比人好 人有的时候说话不算话 那小虫说话算话 他竟然说 他就吃他的一块地方 其他都留给我们 我们实验了 差不多要十年了 很有效果 而且长的农作物 长的比一般 他们的长得还好 这就说明 可以用沟通的方法了 果木树也是一样 我在澳洲的时候 种了很多果木树 鸟来吃 跟鸟又定 直定几棵树 专门给鸟吃的 其他的时候不是直定 鸟不可以去吃 它都收药 所以这些小虫小鸟 都很听话了 很好相处啊 那么最近 齐苏平就是在这个 庆园 种了一片小麦 四百多亩 长得很好 在收割前几天的时候 发现的时候 有这个 有虫 大家都惊慌了 到最后 齐苏平也想通了 我宁愿四百多 这个小麦 不要了 共结虫吃 我也不杀他 带着 这个 第一 一些同修们 到这个 小麦田里面 去念阿弥陀佛 就在那绕佛 在田杆上绕佛 念了半天以后 到第二天 他是下了一阵雨 挂了一阵风 再次看了一个虫 一个都没有了 丰收 大丰收 附近的农民 都非常惊讶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这大家亲眼看见过 他打电话告诉我 大丰收 感应不可思议 就不能跟这些小虫 结怨 所以这些小虫 都有灵性 都懂得人的意思 你以善心待他 他也好心抱 抱担